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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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有车友吗 哈喽 那个算是artist alrys的车友们 大家好 我是KTB&G的魏经理 今天又有artist的车友来捧场 所以我们跟车友们 一起來分享一下 这台车要安装KT的道路板 但是这一个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车主日后会改一个 小海拉的风格 会改装18寸的铝圈 而且是一个小崩胎 所以预计日后会把它降低 大概剩下一指幅左右 那现在其实都还是原厂的 现在都还是原厂是205516 正假 正假早安 正假 早上我们在公司直播的 那个讯号不是很稳定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回报一下 现在的讯号有没有lag 好 这一个 这个是前面的KT的避震器 有附上座 上座的话不需要拆原厂的来沿用 那在上座的中间 这里有一个KT的logo 这个是在调整软硬度的 一共有30段的软硬可以做调整 这个为什么会缩到那么短 因为等一下要把它降得很低 这个前面的弹簧是一个大卷式的弹簧 大卷式的弹簧会比直卷 还要来得舒适一点点 因为Artist的话 它原厂的乘坐的感觉 其实还蛮舒适的 讯号很好 谢谢 讯号很好 好 OK 那就继续了 这个前面的弹簧 它弹簧跟弹簧之间的间距 拉得比较开 一般的直卷弹簧 它这个弹簧跟弹簧的间距 会比较密一点点 路感回馈会比较直接 会比较好 可是这个这样的弹簧 它在路面不平整时候的作动 有一部分的力道 会往两旁释放 所以它的舒适度的话 会稍微好一点点 这里有一些 这个都是专车专用的规格 如果线上的阿提的车友 有看过经理直播的话 大概直播内容都差不多了 但KT的话 这里有一个特别地方 这个上面仰角的固定孔 我们做了一个椭圆孔 椭圆孔的用意 就是可以借由这个椭圆孔 在安装完毕之后 可以做一个Camper 微幅的调整 所以下方的话是做正圆孔 上方的话是做椭圆孔 可以做一个前轮定位角度的时候 这个角度的改变 可以做微幅改变 那我们来看一下原厂拆下来的避震器 这个是左边吧 前面左边 我们先来看原厂拆下来的避震器好了 这台车我们在施工的速度 都非常快 当然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这台车在拆装 本来的一个施工 就比较快一点 比较简单一点 第二个是车友很捧场 所以我们有很多拆装的经验 所以施工的速度的话 就还蛮短的 而且我们有很多 安装之后的data数据 譬如说前一个车友 他安装之后的长度 我们调多长 他的车高多高 我们就参照 有那么一大跌 其实车友的 安装之后的数据 来调整这一台 所以施工的速度 就几乎是直上 不需要再做微幅的一个调整 那待会要日后 车友要安装的轮胎旅行规格 也已经计算好了 他的外径 会比原厂现在205 56的小 大概一公分左右 所以我们也都帮车友预设好了 那换上18吋之后的轮胎车高 就会大概是一致幅 所以相当低了 这是原厂的后面避震器 原厂后面避震器 它算是一个拖一臂的系统 那它也有附上座 但这个上座 KT的话 都是附一个新品 可是这个上座 原厂的都不会有异音 但车友改装的其他品牌 可能会有遇到异音的状况 后面 刚开的时候不会有 可能开了大概六到八个月之后 会有异音 因为后方的避震器 阿提斯超级单纯 可是怎么会有异音呢 通常我们拆装很多其他品牌 来 在这个橡皮的大小 这个上座 这里有一个橡皮 黑色这个橡皮 通常改装的时候 这个橡皮 都是用副厂的零件 可是副厂的橡皮 它的外径的话 通常做得比较小 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杯子状的上座结构 这个橡皮 当它在杯子状会滑动的时候 一开始不太会动 也是开久了之后它会滑动 滑动之后就造成它的橡皮里面 有一个铁管 磨到这个上座内部的孔径 才会造成异音 所以这个橡皮的规格大小 是非常重要的 通常这个 这个铁件的原厂 跟副厂的公差值 不会差很多 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橡皮的大小 请车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KT的话 我已经装上去了 我们已经装上去了 但可以从那么多 artist安装KT的产品 里面车友的反应 就知道说 KT的话 这个橡皮也都是跟原厂一样大小 所以KT的后方 也不会有异音的问题 我们背景还在持续施工当中 所以会比较巧一点点 韦智你好 KT的最高原厂 最高跟原厂设定X7指幅 像我们好像是昨天吧 在弹子一间 在弹子交光区隔壁 弹子交光区隔壁那间叫什么翼 弘翼 在弘翼轮胎也有一个车友 昨天是安装的 弘翼轮胎 它有安装的是有设定说 它要跟原厂一样高 但是我们一般市售的版本 最高的话是大概三指幅左右 最低的话 有办法轮胎到叶子板切齐 可是有很多车友 它是要跟原厂一样高的 那在下单的时候 请特别跟KT的通路 特别交代 就可以跟原厂车高一样 因为KT本身里面 就是一个制造的工厂 所以如果车友们 有特殊需求的话 应该都有办法应付 都有办法 所以如果要跟原厂车高 也是可以 那一般版本的话 最高就三指幅左右 最低的话 就轮胎到叶子板 差不多是切齐的程度 好 这是原厂后面的 那原厂后面的避震器 它有分左右边 这个这里有刻一个R 像这个的话 就是右边的避震器 后方跟前面的避震器 都有分左右边 这是头前的 这个是前面的 前面的话 它这一台车是2016年的 算是11代 但是2016年的年尾之后 就有可能会改成11.5代 那11.5代跟11代的避震器 看起来乍看支架都是相同的 可是这个避震器上座的螺丝 粗细是不同的 如果是11.5代的话 因为有常常车友 我询问自己这个问题 这个 这个螺丝粗细不同而已 其他全部避震器都一样 我也是还有问题 就便不能调整 可以喔 如果要跟原厂车高 一样高的话也可以 但是 假设是要跟原厂一样高的话 那一个版本降到最低的话 就大概是30伏左右 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都可以帮车友们来客制化 好 这是前面的 前面避震器为什么不用拆下来 因为KT就有附新的 前面的避震器上座了 前面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所谓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它不只是负责坑洞处理的部分 我们在转方向盘的时候 它这里有一个轴层 刚刚可以看到KT很松 这里面也有一个轴层 那这个轴层 就是我们在转方向盘的时候 它还得要负责转向 所以前面的避震器 比后面辛苦很多 好 这是前面的 阿里斯前面的避震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装上车 已经装上车的 后面好像好了 后面还没完工 那我们先来拍一下左前 左前化已经安装完毕了 可是今天没有小帮手 所以我要以镜头说会有点晃 请大家包涵一下 现在都还是原厂的铝圈 这里看得到吗 这个是原厂铝圈 在这边 那换上18吋之后 当然帅度整个就不同了 因为车子要变帅的话 其实就只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车高一定是要变低的 我转一下镜头 第一个 车高一定要变低 第二个 轮胎铝圈一定要加大 第三个 如果有大包的话 再装上大包 一下子就变帅哥了 所以这个是改车 要变帅的方程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原厂已经装好了 这个是2016年11代的 所以这颗螺丝 这颗螺丝是M8的 如果是11.5代的话 车友们要注意 有很多的车友会在二手避震器 或者是原厂避震器 有做交易买卖的话 请注意一下 这颗11代跟11.5代的差异 那前面避震器比较简单 它有三颗螺丝 这个试盖 稍微往上抬高 就能拆得到冰箱 那这里有一颗旋钮 前面的阻尼调整 就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 KC其实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我们通路商 从北到南很多 然后如果车友们要试成的话 也都OK 你等会一下多少 好吗 是吧 你电灯借我一下好吗 我们来介绍前面 谢谢 谢谢 好 我来就好 你去忙 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为什么前面会说这么短 因为车友要把它降得很低 要降得很低 所以这个 三个扣盘都已经打架 就代表它的车高是最低了 没办法再加了 其实还能再低 但是要把这条弹簧再换短 它才有办法再更低 这条弹簧就是刚刚介绍的 它是一个大全径的弹簧 那这台车有几个地方有 前面避震器有一些固定架之类的 像这个是前轮ABS感应线的固定掉架 这个都是跟原厂位置一样的 这个是前面刹车油管的固定点 这个是离仔串 离仔串的话 也不需要再多花钱买强化的 或者是买可调的 这样好像会影响到定夹生命 所以这个离仔串的话 就直接沿用原厂的规格就可以了 那沿用原厂规格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个离仔串其实它是消耗品 如果有可能用个大概十万 十来万公里 TOTA的品质真的很不错 这个零件都可以用很久 但是如果它已经坏掉的话 日后要太换就很简单 我们换原厂的太贵 那就换副厂就好了 那影片一开始有提到的 这个是KT前面的这个固定孔 它有做一个椭圆孔 就可以做Cumber的调整 这个是前面的部分 那KT的用料也很厉害喔 像是阻尼油的话 我们使用的是意大利一整桶 进口来台湾IP的阻尼油 意大利IP的阻尼油 像是如果有骑大型重机的车友们 在意大利的话有一个品牌 叫Aprilia 哇它所使用的阻尼油 也是使用意大利的阻尼 IP的阻尼油 相当的不错 但单价比较贵 这个是后方 KT配置的弹簧公斤 是5公斤 这个上座有附 另外一边好了 那我去介绍另外一边 这个是它的固定点 像昨天也有店家来询问说 这个店圈的话是要装里面还是外面 这个的话是因为店了这个时候 让它这个地方能够腾得更开 所以这个是固定在下石壁这里的 下阳角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后方的阻尼 要怎么调整 后方的阻尼 阿提斯的话 调整阻尼还算简单 后座往前掀一点点 开门一下 今天真的没效果 这个后座往前扳之后 在这个地方 就能摸得到避身器的上座了 这里 这里把它掀开之后 就可以看得到避身器的上座 上座的话 这里有一个旋钮 这个旋钮就是KT在调整主人用的 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 来调整到自己想要的软硬度 简单吧 这台车真的很简单 我们按照的施工时间 也都该大概都控制一小时之内 因为好拆装 那师傅的拆装也很丰富 今天直播的位置是在KT的工厂总部 是在台中的毯子 如果车友们有需要试程 或者是有任何问题 都很欢迎跟我们KT的小编联络 我们大概施工到差不多了 准备要装轮胎 然后再来就会试车 跟做微幅的调整 好像礼拜一我们的北区经销 也有装一台artist 如果有需要相关资讯的话 再请跟我们小编联络 那今天的直播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有车友问问题 我还没断线耶 好好OK 欢迎车友一直提问 前避震弹簧有两种 一种是胖胖的 一种是直的 红盛刚刚影片一开始有介绍过了 胖胖的弹簧 它会比较舒适一点点 那直卷的弹簧 它的回馈呢 会比较直接一点点 我们影片一开始有提到过 如果有需要更详细的话 我们待会断线之后 你可以再重复观看 谢谢啊 谢谢红盛 那当然还有问题 也可以告诉我们 位置你好 一组多少钱 KT的话道路版 像今天安装这个是道路版的 一组是两万六千块 KT的话还蛮划算的 因为像上座的话 这个都有附新品 不需要在原厂的沿用 上座也都是总成件 然后还有含定位 还有含所有的费用 所以KT的话还蛮划算 而且KT本身就是制造的工厂 所以如果日后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单独做钛换 不用挖一个防尘套 什么之类的坏掉 就换一整支总成 不用 连一颗螺丝一个螺帽 都有办法单独来做更换 好还有问题吗车友们 没关系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再请跟我们小编联络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谢谢拜拜 期待artist 下午的话是CRV 好拜拜 拜拜